以赛亚书二章预言 在末后的日子 万国万民都必来习安敬拜 国度基业将在11月5号到14号 举办十天九晚的 荣耀新人经典走进以色列之旅 此次经典之旅共有三大亮点 第一大亮点是我们将观光经典的旅游景点 包括令人心最神迷的耶路撒冷 参观举世闻名的耶路撒冷老城区 特别是犹太人和列国游客 都要前往的西墙 参观历史古迹大卫城 有大地的神秘苏西亚 耶稣复活之地空坟墓 耶稣取劳祷告的克西马尼园 和即将再次降临的橄榄山 我们还将漫游加利利湖 参观耶稣时代的会堂 并前往约旦河受监信礼 参观犹太人生活的基布斯 去体验死海漂浮的乐趣 还会去大卫藏身之所迷人的影基底 第二大亮点 我们将有关爱犹太百姓的文化活动 我们会去西伯伦参观亚伯拉罕 萨拉 以萨 雅各和利亚的先祖所葬之地 这是一场寻根溯源之旅 我们会邀请当地的犹太拉比分享 他们是如何扎手在耶和华神 给先祖应许之地的神奇故事 我们会参加万王之王事工 在耶路撒冷的周日聚会 和周六为以色列的祷告聚会 我们会与尼赛亚信徒一起庆贺 领受一个新人的祝福 除此之外 我们还将出席以色列精锐部队的纪念活动 面对面与以色列士兵互动 我们会参观在耶路撒冷 全球极富盛名的高科技公司园区 了解现代以色列的科技发展 第三大亮点是 此次行程 我们将全程住在安全舒适的犹太社区酒店 享受健康丰富的洁净佳肴 我们还会一起在传统犹太区的耶胡达 露天市场购物 感受当地犹太人真实的生活 此次的行程将安排中文导游 还有少数名额 七月份报名截止 请抓紧时间报名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佛丽莎 我是伊萨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来一起看看留言吧 其实我觉得看留言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一做 做一段时间之后 然后就会积攒一些可以讨论的留言了 那从这留言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对这些事情的想法是什么 然后我们做工的果章是什么 我觉得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安慰和带来一些思考 感谢各位在底下留言 因为这第一个他可以打破 然后什么那个YouTube的这个演算法 然后让我们的视频曝光率比较高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们烦思 我们随时都要检讨我们自己解出来的果子是什么样子的 就像上次有一个人留言就说 他看到我们的新闻觉得很depressed 非常的郁闷 对 然后很明显就知道他没有看到这个每个影片的这个结尾 不是可能看到前面都很难过 然后他后面就觉得说越看越郁闷就不看了 其实这个朋友也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了 我们之前也也接到过很多大家的建议 就是不管是说来自教会的或者很多牧者 就是跟我们讲说 还是到处要给人带来盼望等等 那当然了 我们也不希望说我们频道给大家的节目 就是带来的是一个破坏性的 就是破坏你的这个mental的health 或者是让你看完了之后感觉说 心理健康状况越来越差 我们当然不想要做 我们是希望说看到现在的事情 然后知道我们大家做什么 鼓励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承接神给你的呼召 然后到最后我们可以一起起来 去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神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去做的事情 那当然这个是我们要达到的一个目的 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在很多比较坏的新闻 到处用神的话语 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积极正面的鼓励 所以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说看我们的节目 那个很郁闷很难过 请你看到最后 我希望最后的这个 我们经常会用神的话语去给大家做鼓励 希望这一个部分可以帮助到你 也希望可以帮助让你的眼目定静在神的身上 而不是在这些坏事的上面 就跟你说一样我觉得 世界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但是我们不用变得一起糟糕 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影片想要讲的事情 政府可能越来越大 政府可能会越来越糟糕 政府可能会对你打压越来越严重 但是你可以变得刚强 你可以跟世界不一样 你可以分别为胜 这是我们每一集在讲的东西 你变得刚强 才是我们最想要达到的目标 对 那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留言 是感觉到非常非常欣慰的 就像这个朋友他说 如果我教会的牧师也是这么对我讲道 我会更愿意亲近教会 就是在你有一期节目下面他留的言吗 对 那期节目我已经忘记我讲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了 但是可能就是最后的这个结尾 是有鼓励到他的 这也是我看到很多的牧师还有教会的问题所在 因为我看到很多教会里面 他们不敢讲政治 他们不敢讲这些现在事情发生的东西 导致人流失越来越严重 因为你去教会 大家不知道要在那边听说 大家不知道他们的整个教会的目标是什么东西 所以说我们讲的东西其实很简单 就是事实还有这基本上是基本常识 基本上是把这个基本常识然后用圣经的话来去把它做一个分析 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但是绝大多数的教会这些东西不敢碰 那你不碰的时候 教会就会失去 第一个失去公信力 第二个失去勇气 因为教会想要讨好的是人而不是神 当一个教会觉得说这个教会属于我的而不是属于神的时候 他就会想要开始去讨好人 想要讲人想要听的东西 想要人开始敬拜他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我们不可以把教会当神 我们不可以把任何东西当神 包括教会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在讨论到就是基督徒一定要去教会的时候 要守安息日为圣日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讲的东西是你要去改变教会 因为教会会听你的 教会会为了讨好你而去改变他们的思想 如果你想要教会变得更有凝聚力 更有这个勇气的话 你就要变成一个更有勇气的人 从你的小组开始影响 从你身边的人开始影响 慢慢的你可以翻转你的教会 教会翻转了之后 教会就可以翻转这个时代 我觉得教会要有一个purpose 就是要让大家聚集在一起的目的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明确 就是一个是你必须要以神为中心 然后你要以神的心为心 对吧 然后教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如果说你要是没有这些 就是教会只是为了在维持一个开张的状态的话 就是其实会达到一个反作用了 因为其实你想说维持一个开张的状态 对吧 那很多牧人说我要牧养羊 我不想让这个羊流石 我要对神负责等等等等 他就是尽量让这个教会维持一个开张的状态 然后呢 这种时候他又不敢去讲一些得罪人的话 因为想说得罪人了 那人不就走了吗 这个是一个很直接的结果 对吧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 如果你要是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 要你做的事情 或者是你没有明白 就是没有通达实物 明白说神为什么在现在这个世代 是需要教会 特别需要教会 尤其是牧者 来跟他一起起来合作通过 如果没有盖到这个点的话 不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的话 你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去牧养牧养牧养 那其实到最后 人还是会流失 为什么 因为大家觉得说 来教会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同乐会 好像跟我们社区这个老年中心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就我们来了之后 跟大家哈拉哈拉 那你说人跟人之间 如果要是这些人又 那个就是受洗了之后 生命有没有好好的成长 对吧 人跟人之间又产生矛盾 他不来了 谁谁谁那些说我孩子了 他瞅我一眼 我觉得他看我不爽了 他瞪我了 这人就因为这么小的一些东西 他就会流失掉了 他没有办法 你说什么刚强 这根本都谈不上了 他因为一点点 很小很小的原因 他说教会不好 我不来了 或者等等等等 因为这个教会对他来讲 没有任何的意义嘛 他来了之后是觉得说 大家可以在这抱团取暖 可以好好聊聊天什么的 当人要是跟人翻脸 或者他觉得 有一天他觉得这不好了 他不好玩了 对吧 那或许你在什么 大家一起包脚子 包脚当下去 我们都弟兄姐妹 大家都挺好的 或许发生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人就开始不来了 然后就开始流失了 那教会也没有办法 说实话 如果说你要是想得到 金钱上面更多的支持 也没有办法 通过这样的人群 得到更多金钱上的支持 因为你继续在这样的话 原来在教会里面 很追求神的这些老人 他们就会觉得说 在你这儿 没有什么神的话语了 然后你也没有 再按照神的心意去走 那他们就会离开 去找那些 符合神心意的教会 那你会吸引来 这些新的人 新的人这些根本就没有办法 跨出十一奉献 这个坎了 说实话 你人再多 你没有办法 通过他们身上得到钱 三百人五百人 一个人就给五块十块 而且还是根据牧师 你今天的表现 是否合我心意 你今天讲得到 我觉得你今天讲笑话 讲得很好 我给你打十分 那我今天就给你二十块 牧师今天很风趣 啊好了 要是哪一天 突然牧师很忙 从旁边走过去了 没跟你说嗨 牧师狂了 你不理我了 我上次给他二十 我这次给惩罚 我就给他两块钱 我好好羞辱羞辱他 对吧 就是这些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所以你如果要是知道说 好好的 真的能够把羊群 按照神的行义去建造起来 然后真的把教会 建立在磐石上面的话 没有 其实没有其他的道路了 人想的那些道路 到最后全都是白扯了 没有用 所以就是唯一是这样一种方式 那当然我们也不是什么 讲道学的那个博士 不是后来我们 神学院也没有读过 那我知道很多神学院里面 还是有很多training 很多训练 就是说要训练你讲道 然后你要怎么讲 同学打分 老师打分等等 会给你很多技巧 那我们讲的东西 你说跟很多那个牧者来讲 没有办法比 这真的不是一个等级 人家讲的实在实在是太好 但是我们没有任何的degree 就是也没有读过什么神学院 我们只是就是单纯的 按照我们非常舒浅的理解 去跟大家就是 比较实际的 去这样谈一谈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问题吧 就是说我个人看到 就像这样子的留言的时候 是对我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励 表示说我们结出来的果子 是好的 是有效的 对我来讲 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就可以从结出来的果子当中看出来 对所以就是鼓励教会的牧者 就是不要再害怕 人想要听什么 然后根据他们想要听的东西 去讲这种东西 那你说在教会里面 有各种非常不同的事工 我知道软一个教会非常困难 因为大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况 但是在讲到的方面 不要害怕 对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人 当然呢除了这位朋友 给我们很多鼓励 其实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留言 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就很多朋友对我们的看法 是非常的不同 那接下来这位朋友 他是这么说 看来他好像是一个新的观众 之前没有看过我们的节目 他这样说 他说听了一半 感觉这个节目 又是那种打着耶稣基督的大旗 在为党派之争的政客 吹喇叭抬轿子的 无聊至极 美国的基督徒 都是在政客们一片混战中 充当打手和话筒的马仔吗 真可悲 这个世界就是一艘江城的破船 属世界的政客 都说自己有最好的办法 把破船修好 但耶稣来不是要把破船修好 而是要把船上的人救出来 放在救生艇上 基督徒不是修船工 而是在这艘破船上 传福音救灵魂 把他们的脚领在平安的路上 耶稣说 这艘破船必要沉默的 而且要快快的沉默 神预备了新船给我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以神的恩劝你们 不要心中仇恨愤怒了 一个怀着恨意的人 怎能传基督爱的福音呢 我们快快跟随主 而不是某个政党 政治和国家 不要被世界的声音蒙蔽了 让这艘破船快快沉了吧 新天新地和新一路撒冷 才是我们的新家新传 愿神祝福你 我不知道 我听了一会儿 我感觉有点像异端 我觉得 我认识太多的基督徒 是有这样子的想法的人 就希望这个世界赶快烂掉 希望的人继续犯罪 我们没有必要要传福音 我们传福音 只要跟他信耶稣就好 然后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我们不用管律法 我们不用管诫命 我们不用管先知说了什么 我们不用管耶稣说了什么 OK 耶稣说喂养我们的羊 什么意思 喂养我们的小羊 什么意思 老使万民做的门徒 对对对 什么意思 这都不重要 只要就是 赶快这个世界烂掉了之后 耶路撒冷就来了 只要想说 啊 索多玛尔摩拉 这几个城市 可以跟索多玛尔摩拉一样 马上天火降下来 你其实不是在爱人 最大的诫命是爱 什么叫做爱 这个样子叫做爱吗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那上面写说 有恨的话 你就不能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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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当基督徒 我们是要有恨的 我们要恨 恨什么 诗篇97章第10节 爱神的人必当恨恶罪恶 OK Those who love the Lord Must hate evil 我们要恨恶罪恶 We must hate evil We must 所以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 而且明了的 你当基督徒 你不是说我没有恨 而是你要恨恶罪恶 所以说有这个样子想法的基督徒 我真的是劝你们 好好的去读你的圣经 不要被这个样子的想法的人 去扭曲你的价值观 然后脱离圣经 对 然后我觉得 他这个属于那种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绝大部分的基督徒吧 就是不问世事 对吧 很多教会也是这个样子 就哪怕神属在 非常险恶的环境之下 什么同性那边人不管 反正不管我们的事 其实你这个东西说白了之后 他那个心里的感觉就这样 就反正不管我的事 那些事又不是我去做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吧 说白了之后 他们基本上的想法就这样 就是别人在做什么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你说这个 他在这里讲说听了一半 感觉这个节目又是那种 打着耶稣基督的大旗 在为党派之争的政客 吹喇叭抬叫 这词还挺多 吹喇叭抬叫 他说这个打着耶稣的大旗 我们也不敢说是 打着耶稣的大旗了 但是我们希望这个 耶稣的惊喜与我们同在 我们希望神以爱为奇 遮盖我们 那他说这个为党派之争的政客 吹喇叭抬叫的 我想说你在美国吗 如果你在美国的话 你是特别支持 左派他们说 堕胎这些事情吗 就是包括像堕胎 或者是这个变性同性 然后给小孩子去做那些手术 然后给他们打青春期组织剂 就是这些东西对你来讲你是OK的吗 还是说你读完圣经之后 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OK的 就我们不需要发声 因为很明显在很多圣经里面 讲到说不是这样 因为诗篇58这里也讲说 世人呢 你们默然不语真何公义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我们都应当问自己的 就是说你看到邪恶的事情 在发声的时候 你还默然不语 神问我们说 这真的何公义吗 很多时候我们要求说 神的你要敞开你的天窗 你要祝福我们 对吧 我没钱了 你要给我钱 我车坏了 你要给我车 我家车库门坏了 你快派个人来修 但是神非常清楚地讲到说 你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其他的一切都加给你们了 所以我们要跟神求的不是这些东西 是要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这次序是在这里 神的国跟神的义 那请问什么是神的义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去讨论 而且每个人非常要了解清楚的一点 那在这里说 世人呢 你们默然不语真何公义吗 那神很明显 这个意思就是不合他的公义吗 如果你看到邪恶的事情 你都不发声 你都不讲话的话 这不合神的公义 很多时候看到说一个国家很堕落 对吧 那个美国现在慢慢败坏 那不光是美国了 其实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政府也好 或者是文化的倾向 都是在往败坏的方式走 那每一个人都在寻找说一个 可以拯救这个国家的方式 那他在这里说说这个 属世界的政客 都说自己有最好的办法 把破船修好 其实说实话 我们看到并不是说 所有的政客都是这样的 或许你会看到说 像拜登或者是卡玛尔·哈尔斯 这些人 他们会非常 就是非常喜欢说假话 我们当然也不是偏某一个政党 我们的节目从来不是说 只是共和党就是好好好 我们从来不是为了党派的问题 我们也经常批评共和党的人 对吧 这个跟党派是没有问题 我们并不是说 占某一个党派 某一个党派就完全坏 某一个党派就完全好 事情不是这样子去做的 所有没有东西是这个样子 就是只有神是百分之百的公义正式 除了神之外 没有其他的东西像这个样子 所以他在这里讲说 属世界的政客 都说自己有最好的办法 把破传修好 并不是所有的政客 都是属世界的 神在现在这个世代 呼召了一批爱他 而且愿意为他死的人 要进到政坛里面去 所以你不能说 所有去参政的人 全部都是属世界的 或许没有信主的人 就是这些信主 或者是并不是 非常以神为中心的这些政客 你可以讲他们是属世界 他们会把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党派的利益 置于神的利益之上 但是你不能否认的是 现在真的就是有这样一批 愿意为了神 献出生命的人 他们去邀参政 因为这是神给他们的呼召 所以不能一棒子打死 就是说所有参政的人 他们全都是坏蛋 他们全都是属世界的 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不是的 甚至我们现在愿意去支持 愿意去帮助这些政客 包括像秦政国等等等等 我们并不是认识他一天两天 我们太清楚 就是非常了解 他的为人是怎么样的 而且他对神的信心 都是怎么样的 所以现在有更多更多 属神的这些政客 要被刑起来 并不是这些人 都是完全属世界的 而且他们也没有说 我有最好的办法 把破川修好 如果一个人 他说我有最好的办法 那你不要选他 你不管他是民主党 还是共和党 你不要选他 因为他以为他自己是神了 他有最好的办法 把这样一个破川给修好 但是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属神的政客 他们都说 一切是归于神 一切归于神 神给我计划 对 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 我们去抢救灵魂 或者是我们去阻止这些 还没有信主的孩子 没有信主的家庭 他们愿意把孩子送去 你去变性 你去携 你去阻拦这样的事情 不是邪恶的 就是你要按照神的心意 你当然是要阻拦他们 说不要去做这种邪恶的事情 那有政客去可以从这个源头 把这样的法案给他砍掉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然后基督徒在一起去 关怀帮助这样的家庭 让他们认识到神的救恩 然后让他们可以受洗 归到属耶稣基督名下 所以这是上面跟下面 神的百姓在这个地上 我们大家是互相配合的 因为神说我们是肢体 你手也不能说我用不着你 对吧 眼睛也不能说我用不着你 那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你必须要 大家一起配合 然后而且我们的头是 元首耶稣基督 按照他的心意 各个肢体去配合 我们才能带下神的国在这个地上 我们才能带下神的救恩 所以你说的是 这些事情我们都不要管 然后那你这样的想法 其实跟在山上当和尚 没有任何的区别 而且这样也并不是符合神的心意 而且我们访问这些人 其实这就是要让大家看到说 神有在做事 而且是有很多的人 在跟神一起合作的 就像你刚刚提到的情政国 还有Elizabeth 还有我们之前访问的 那个Daniel Mercury 他们这么多的人 他们是充满着信心 然后充满着报复 就说我要把神的价值观 属神的价值观 带进国会 带进州议会 带进美国的政府里面 我们要用神的价值观来拯救美国 然后这些人就是说 他们是在阻碍神的计划 因为你要新天新地 然后你要更多的人去死 到底什么是爱 我觉得你光从这样子的心态里面 你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那些人是在阻碍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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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不要小看这些政客 他们真的都在主里面 年日都很长 你随便把他们拎出来一个 你问他们可不可以教到 我跟你讲 他们绝大多数比很多牧师 要讲得好 他们比神学院的牧师要讲得好 他们每天祷告跟神这样的关系 他们每天读神的话语 真的是非常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他们是装备好了 现在神护召他们出来可以服事 不要小看他们 好那还有下面这个朋友留言 他说台湾的教会应该团结起来 联合要求片商上映这一部电影 就是我们看的自由之声的这一部电影 他说每次需要教会出生时 台湾教会永远静悄悄 陆续不时被爆出许多孩子 被性骚扰甚至被性侵 连身障孩子也受害 还有六年前补教业的丑闻 台湾教会永远装聋作哑 教会永远只会激昂的批评同性恋 教会永远只会激昂抨击同性恋 因为这个罪不仅与在场的基督徒无关 还能让全体教友觉得很有安全感 觉得自己是好的艺人 教会也乐于以此来凝聚组织 但上帝厌恶的罪有很多 不是只要异性恋就构格到他身边呢 讹诈工资 撒谎 做假见证 淫乱的交诡的也充斥在许多人的生活中 我们基督徒似乎也都很有安全感 总觉得跟神认罪悔改 他又会原谅我们 就这样反反复复 时而做着跟非基督徒一样 不讨神喜悦的事 时而又乖一点回到正轨 这样很难活出一个 可以稳定荣耀神的生命 我看到这个留言 我在底下打了一个大赞 然后就说你的这篇留言 真是太突破盲点了 教会一定要团结 而且教会一定要合一 教会一定要合一的才可以做大事 今天如果你的教友去其他教会的话 你会不会生气说 我觉得他在抢我的羊 你想想看你会不会生气 你会不会生气说 哎呀你看你看 哎呀怎么一个小组的人 全部去那间教会 你会不会反思说 是不是我的问题 还是说那个教会在抢我的羊 你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你其实就是在跟耶稣在抢羊 就是你就觉得说 这些教友是属于你的 而不是属于神的 然后呢 他底下说的这句 是我觉得最棒的 就是教会永远只会批评同性恋 因为这个罪不仅跟在场的基督徒无关 还可以让全部的教友觉得很有安全感 而且自己是好的艺人 中古世纪的那时候的教会 每一个人是去认罪悔改的 每一个人 他们是鼓励人认罪悔改 鼓励人每天找到自己错误的地方 然后在这边说 对不起神我得罪了你 请你原谅我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现在很多教会 基本上就是在说 你看我们这一圈的人 我们都很好 外面的人都怎样 你看那个教会 你看那个灵恩派 你看那个福音派 你看他们讲方言 你看他们不讲方言 没有得圣灵 你看什么 这些东西都不应该是 我们在乎的一个重点 这东西讲出来之后 只是教会想要强调自己的存在的必要性 而且是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凝聚 就是你看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都很好 对 就是凝聚 增加凝聚力的一种方式吧 但是其实 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是随时认罪悔改 我们每天都有做错的事情 说真的每天都有做错的事情 我开个车然后前面Cuping off 啊 然后或者是我女儿在那边干什么 啊 这种 对不对 都是我们要认罪悔改的 你要从小事开始认罪悔改 你要在各个层面开始觉得说 我做错了 我得罪了神了 然后我要变得更好 你才可以离那个艺人的标准越来越近 如果教会一直在那边讲说 我们都很好 你看那些人 我们都很好 你看那些 你看那些同性恋 这个样子只会让你越来越堕落 只会让你越来越自大 只会让你觉得你越来越不需要神 因为你已经得救了 这反而是救恩的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个人 他留言的内容 我真的觉得太好了 而且这样子的想法 这样的思想 是要告诉更多的教会 让更多的教会认罪悔改 人要认罪悔改 教会也要认罪悔改 我们会得罪神 教会也会得罪神 在这个叫什么四世纪 还有什么各个里面 祭司都是都会得罪神 对不对 你生出来 那个什么亚伦的两个儿子 对不对 还有萨摩尔老师的那个儿子 都是这个萨摩尔本身 他自己的儿子 他们都会得罪神 不管是祭司还是什么 所以说我们 连教会都要学会认罪悔改才可以 那他在这里讲到说 教会永远只会激昂抨击同性恋 我觉得这样的教会 还算胆子大的教会 因为有很多教会 他也不会去抨击同性恋 他就是这一块 他不会提到 什么同性变性 这一块他就是都不会提到 对吧 但是他如果要是能去激昂的抨击同性恋 我觉得他还算胆子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教会 但是问题是 就是教会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要把人领到神救恩的里头 那如果说教会抨击了同性恋之后 让教友对同性恋这般人产生了非常错误的一个对待的方式 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就是你还不如不讲 对不对 他讲完了之后 抨击同性恋说同性恋是罪 对不对 同性恋都要下地狱等等 那当然犯罪了就是要下地狱 那不光是同性恋要下地狱了 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都要下到地狱里面 因为我们都是罪人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强调 第二个是要跟教友讲的是 现在身边的这种人越来越多 LGB秀族群越来越多 在这么多的时候 你碰到他们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给他们传福音 你要怎么去服侍他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就不要你讲完了是罪 然后你看出 好讨厌 好怕好怕赶快跑 不能给人造成这样的一个 我觉得是现在是要装备的时候 要装备的比较全面一点 就是说你看到他们 你要如何去服侍他们 如何去帮助他们 怎么样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 我觉得只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一点 而不是说讲完了之后 让大家对于这个族群 产生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结果 而且也不要觉得说只有这一种东西是罪 其他的都是罪了 对不对 你哪怕没有这方面问题 你有其他方面问题吗 每个人都不一样 每个人罪的类型都不一样 对不对 你说我犯罪 罪跟你犯罪不一样吧 大家每个人都是不一样 那都要面对神 然后让神的保险能给我们洗的干净 所以就是重要的是如何去服侍这样的人群 在他们越来越多的时候 而不是说看到这个人犯罪 然后沾沾自己说 你看我没有这样 你看我超棒的 你有别的问题 对吧 那还有就是说 台湾的教会应该团结起来 要求片商上映这部电影 其实我觉得 我不是很了解台湾的教会了 但是我知道台湾的教会是多的 我知道的是这一点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 不管是教材的课程也好 或者是敬拜也好 就是你如果上网查的话 非常非常多 绝大多数在华人的这个 全世界范围内 华人的教会权 中文的这个啦 你是来自于台湾的 有很多的教导也好 或者等等等等 都是来自于台湾 然后看那个视频 台湾的教会 弄得活活活活 人数也特别多 然后堂也都很大很漂亮 然后每年职堂多少多少 然后全球宣教送去多少多少 所以呢 如果要是台湾的教会 能够团结起来发声的话 影响力是巨大的 而且是对全世界的 讲中文的基督徒 全身里面影响 都将是巨大的 所以为他们祷告 希望他们不要有太多的 恐惧或者害怕 因为你也明白嘛 当人做到一个高位也好了 比如说在乱一个很大的教会 能在里面有很重要的职位的时候 你当然在那个时候 会有很多声音会进来 奇奇怪怪的声音 包括你自己心里面 有很大的压力 但是这些东西都不是 神要我们去在乎的嘛 神要我们在乎就是闷头跑 向着标杆直跑 别的东西都不看 所以为他们祷告 希望他们可以团结起来 当他们团结起来的时候 我们形成的这样一个军队的力量是巨大的 而且合一 大家要知道合一这个字 你是要在真理上面合一 是 如果说跟真理不合一的时候 你是要把你的右手砍掉 你是要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只有在真理合一才叫真的合一 不能妥协的合一 不能他很烂 然后他接受这个东西 接受那个东西 然后他跟世界妥协了之后 你跟他合一 你变得跟他一样烂 这样子不叫合一 这个样子叫做让你自己 被他拉到地狱里面去 所以说台湾的教会 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 各位要记得 记清楚这一点 台湾每一间大学里面 几乎都有教堂 为什么 因为那些大学 都是基督教去建的 然后台湾的每一间 很多学校都有教堂 为什么 因为那是基督教建的 台湾很多 有些社区 是跟欧洲那种社区一样 一个教堂在那个地方 然后村民住在旁边 为什么 因为那些原本 都是基督徒的村子 太多的台湾人 太多的台湾教会 为了要吸引更多的人 妥协的来去接受这些东西 导致台湾的教会 变得跟一般的民间信仰一样 然后变得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 教会失去了方向 失去了领导能力之后 世界就是会变成这个样子 你就是会被别人拉走 对不对 人家干嘛要信你耶稣 一个老外 白人还是以色列人不知道 为什么你看 妈祖啊 对不对 妈祖多好啊 对不对 又是个台湾人 不对 他是福建人 没关系的台湾人都信他 告诉你各位 妈祖的后人 全部都是基督徒 对 连妈祖的后人都说 我的祖先 就是个死人而已 现在 OK 请你信耶稣 没有 郭台铭还上去说 哎呀 妈祖托梦给我 然后这不是在批评其他的宗教 但是我只想跟台湾的教会说 你们的能力是大的 而且你们非常的重要 如果你想要翻转这个时代的话 第一个就是跟耶稣一起同工 然后不要再害怕 不要怕说我会失去教友信徒 或是什么之类的 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利 对 所以大家也不要说因为很多教会的软弱 然后导致你自己变得软弱 没有关系 我们看到幕后的时候 很多人或者机构或者组织等等等等 会变得软弱 对吧 但是你可以靠着耶稣得能力 你可以靠着耶稣刚强 所以不要把眼目放在教会的身上 不要把眼目放在教堂的身上 神说教会是谁 教会是你 教会是我 教会是我们这一群跟随神的人 或许你可能从来都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我们 但是你跟我们 我们属于一个教会 这个教会就是耶稣的教会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下面 每一集节目下面留言 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素材 那当然也欢迎你 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些非常非常实际的 或者是你最近在思考的一些问题 哪怕这个问题可能并不是很主流 但是都欢迎在下面跟我们留言 没有关系 我们都愿意讨论很多很多的问题 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Felisha 我是Eth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